早起的鳥樂有從事早起的股民有錢賺 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楊威 我是蘇岳元 每天早上八點鐘 告訴你賺錢的商機在哪裡 好 投資朋友時間 距離這個封關越來越靠近 投資朋友的這個心情也越來越浮躁 那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怎麼樣賺到錢 我想這是大家每天看溫老師節目的一個重點 那我今天就是會跟大家講 賺錢的商機在哪裡 而且選股的邏輯怎麼去看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先來看一下昨天晚上美國股市的表現 我們來看一下 美股的盤後 昨天道瓊是又再創下了新高 漲了133點 但是納斯達克跟費城半導體是拉回的 納斯達克拉回了118點 費城半導體跌了1.56% 我們分別來看一下這些相關的指數 昨天的大盤跌了多少 跌了85點 這個短線上面的跌幅 來他是一個什麼 大盤在昨天創高之後 18138之後 短線上面的一個收斂漲幅 那我們看道瓊指數 道瓊指數 道瓊指數又再創下了新高 改寫了歷史新高 但是納斯達克 那納斯達克反而是什麼 小黑K 再來費城半導體 費城半導體幹嘛 反而是幹嘛 也沒有創高 所以你說 文老師這個盤怎麼看 我跟各位講 按紀律操作 按指標操作 那怎麼去看呢 我先跟大家來講一件事情 我們來對照一下 這個是我昨天跟大家分享股票 昨天我說這一檔個股 請大家來做索取 要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做分享 這一檔是2383的抬光點 所有我們中視的觀眾朋友 你昨天有來索取資料的 你都會看到這一檔股票 叫做2383的抬光點 昨天大漲了多少 將近9% 各位投資朋友我們看一下 他的一個走勢啊 漲幅相當驚人 2383抬光點 創下新高 你看他的這個 江波走勢圖 開盤還沒有出現大漲 盤中級啦 到了尾盤 曾經一度啊 攻到這個漲停板的位置點 非常的強勁 所以其實這兩天喔 一直會有 很多的這個觀眾朋友在問我 很多的投資好朋友在問我 喂老師你到底怎麼選股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更系統化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更直接的 知道這個股票的買賣點 知道這個標的的進出場位置 其實我跟大家講啊 我偷偷跟大家講啊 這件事情我一直有在做 已經進行了大概一年以上了吧 那我敢在封關之前 要把這樣的什麼好消息 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做分享 我已經把我所有的操作的心法 不管是基本面的三位題 不管是技術面操作 甚至籌碼面的一個什麼狀態 我們把它整合在一起 所以以後我們跟大家解的股票 你會更清楚 到底那個買點賣點怎麼去抓 什麼位置點進場會更加的漂亮 好我們先來看2383台光電 投資朋友你看喔 現在大家碰到的問題是什麼 這三根K線會被洗盤 來你注意看 這三根K線 對不對 所以現在很多投資朋友 遇到一件事情是什麼 你可能曾經都有擁有過很好的股票 你可能曾經都擁有過台光電 但是當它漲上去的時候 你手上卻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這裡被洗掉 這裡被洗掉 那為什麼被洗掉了 持股信心不足 或者是短線上面追高 對不對 你去想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在這邊才買 這裡去買的話 那它中間這三根的下跌 哇你就很擔心啊 就很害怕 每天都在問啊 為什麼會黑K 為什麼會跌 你就很擔心很害怕 所以很容易被洗掉 當你被洗掉之後呢 主力給你來一根紅K棒 你一定不敢追 先拉一根小紅 你不敢追 你可能再觀望 再來什麼 昨天就給你拉一根長紅棒 逼著你要不要去追 追也不是啊 不追也不是啊 就產生這樣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會追高殺低 最終的原因在這裡 不是你選股的問題 我朋友朋友 其實你說好股票 基本面好的股票 其實不難找 對不對 我們信手年來 隨便數都有啊 就像我今天跟各位報告 像雙紅 齊紅 台光電 等等這些股票 都是好股票啊 但是為什麼有投資朋友 會在這個地方被洗掉 甚至你在這個地方追高 反而賠錢 所以今天喔 我這樣講 我今天錄影之前 還接到幾個投資朋友 好朋友的私訊 因為他有加入我們的Lite 他有來私訊我 就說 喂老師我覺得很歐 我說為什麼很歐 台光電 他居然是賠錢的 你知道嗎 他居然是賠錢的 那當然很歐啊 因為他昨天創下新高啊 好 所以我給各位看個東西 來 投票 你要如何不被洗掉 你要如何掌握最佳買賣點 你看喔 一樣是台光電 我已經把我的操作 所有的邏輯放在裡面 所以以後的解盤 我會搭配這個一起講 我已經把它系統化 放在裡面 跟各位一起來做報告 為什麼 因為你會更清楚哪裡要進場 來 朋友你再看一遍喔 什麼地方要做進場 2383台光電 這個地方 就應該進場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這裡你不會被洗掉 有沒有 剛剛是不是很多 很多的投資朋友 沒有在哪裡被洗掉 就是在這裡被洗掉 這裡被洗掉之後 一拉上去 一漲上去 你就買不回來 就產生這樣的問題 就產生這樣的狀況 對不對 所以你要怎麼去抓 當出現買訓時 而且 我們下方這個叫分析儀 指標翻多的時候 再來 如果有主力進場是更好 可是台光電 主力進場的不多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 今天開高再去追 為什麼 你要像我們昨天一樣 我是不是昨天跟各位分享 都沒有來 你看 我是不是昨天跟你分享台光電 那你就應該昨天就進場 不是你看到說 昨天大漲的時候你才進場 對不對 你在看其他股票 都是如此 都是如此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來 除了台光電以外 你看一下 比如說 我們看 3017的齊鴻 昨天也公到漲停板 這股價危機也非常厲害 對不對 這是散熱相關的股票 那你再看 到底什麼點切入 會是最佳的買點 我再跟各位講 今天齊鴻開高 我也不建議大家再去追了 為什麼 因為它短線乖離拉得太大 而且重點什麼 最佳的買點 是在這裡 你懂我意思嗎 最佳的買點是在這裡 而且中間 其實我跟各位講 齊鴻這一檔股票 一直有主力在照顧 我們裡面 我這個時候顯示 叫做主力籌碼 並不是你一般所看到的 三大法人 所以它籌碼的精確度會更高 那你看 這裡分析是不是番多 你只要搭配 這個也是一種三位一體的概念 出現番多的訊號 主力籌碼都站在多方 第三個分析也站在多方 這種股票它就是一個長多的趨勢 3017的西洪從多少 從340塊一路漲到多少 漲到429塊 從這裡喔 這裡是340元 一路漲到430塊 這股價的表現 是不是就很強勁 好我再看 但是我強調喔 今天你開高 我反而會建議 逢高賣一趟 那會員就注意我的訊息 OK我先講 那另外你再看 你看像這個 3324的雙紅 我在light上面特別有寫 當它突破370塊的時候 373嘛 更精確的是373 當它突破了373元的時候 它會噴出 來 昨天 開盤是多少 377 低點377 有沒有突破 373 有 然後呢 是不是就噴出 漲到多少 漲到404 那你看 一樣的邏輯 雙紅 那你注意看 是往上噴出 但是一樣喔 今天它在開高 我也不見你各位在注意 反而 應該逢高獲利了結一趟 為什麼 因為現在快封關了 所有的操盤人 所有的主力的思想 一定是幹嘛 有賺錢我要放口袋 所以這個地方你不應該追 你要買的不是不能買股票 還是可以買 但是你要買低檔佈局的 我們已經準備好幾檔了 會員就等我的指令 進出場的位置都一樣 所以我剛才講像齊鴻那個 對不對 要進要出我們都會通知 我們都會講 哪個地方要逢高獲利賣出 我們都會講 雙紅 這個地方不建議再追 一樣 重點在哪裡 在它拉高的過程當中 請問主力有沒有進場追 沒有 你注意看下面 主力有沒有進場追 沒有 這裡還持續多方嗎 也沒有 所以雙紅不建議追 所以你看這樣操作邏輯是不是就很清楚 錫紅是不是很早就翻多了 3017錫紅 你可以賺多少 從這邊 從360一路賺到 從330喔 一路賺到430喔 整整100塊 整整100塊 好不好 那中間都會有些價差啦 我必須這樣跟各位報告 中間都會有些價差的操作嘛 那你看 比如說你看 有沒有像見準 見準 2421見準 股價 不只是118.5啊 供到多少 122 來我們看一下2421的見準 不只是118.5了 你看一下喔 2421的見準 漲到122.5了 漲到122.5了 各位朋友對不對 那你看 一樣的邏輯 2421的見準 你是不是之前就應該進場佈局 而且他之前還沒漲 那我跟各位講 朋友你要怎麼做操作 你比較更漂亮的點什麼 第一檔在 你看這個K線是白色什麼 K線是白色代表他在幹嘛 整理階段 整理階段 你就要去注意主力有沒有進場 當主力這邊已經開始吃貨 你就要準備囉 那這邊呢 開始發動嘛 那你不會等到什麼 等到昨天大漲 前天大漲才去追 我一再跟各位強調 股票不需要追 你必須知道那個漂亮的買賣點 這裡也是番多 對不對 所以你再看 很多的行情都是如此 你看見準 是不是這樣 還有你看 九陽有沒有 奔漲停 會員持股續爆 為什麼會攻到漲停板 來投票 你看像80409 很多投票會被洗掉 為什麼被洗掉 這裡你的齒骨心心就會不足 你看 這邊 這邊你的齒骨心心就會不足 為什麼 因為它長得很不乾脆啊 很多的投票會員在問 老師每天都上影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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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洗的這個快被脫皮啦 但是呢投票會員 你只要運用到對的方法 來投票會員 你看喔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真的是很重大 我們今天節目所跟各位講的東西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要趕在封關之前 把我們這套系統完成 我就能夠在節目上面更完整的 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分享我的操盤的觀念 為什麼我們的勝率會高 為什麼我們選的股票會漲 你自己看 這是九陽 有沒有 很多投票在這裡就被洗掉 這裡 這裡就被洗掉 但是我講嘛 這裡不是轉空啊 為什麼 它是不是還站在多方 指標還站在多方 所以我們操作不是憑感覺 我們是按指標做 絕對不是憑感覺 你如果憑感覺這裡就被洗掉 這一根大掌就沒你的份了 不是嗎 好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節目齁 準備了很多東西要跟各位做分享 甚至像華泰 這個是短線的操作啦 因為我們有一些會員喜歡做短線的 那我也特別請他們做 61塊8進場 63塊半出場 61塊8在哪裡 在這裡 63塊半在這裡 短線也賺了1塊7 也不錯 也不錯 再來 凱碩 在這裡 有沒有 在昨天買的 27塊半買進 在這裡買 直接幹嘛噴到漲停板 哇老師好厲害喔 對不對 你看這個K線喔 投票沒有來 我跟各位講喔 你看直接就往上噴啊 這邊買進 直接噴出 直接噴出 所以我跟各位講 後續這些相關AI股票的操作 你應該怎麼做 因為其實現在我跟各位講 在這個封關之前喔 行情一定會震 但是你注意看 其實在昨天晚上的 我跟他講嘛 昨天晚上的這個費城半導體跟納斯達克下跌 所以行情一定會震 那震的狀況之下 你就要去考量哪些股票可以報 哪些股票要逢高獲率了結 所以我再講一遍 會員就聽我的訊息就對了 聽我的指令就對了 那另外呢 我們要回饋給廣大的粉絲嘛 一樣 既然台光電我們跟你分享 他可以飆這麼多 昨天啊 一飆就飆10% 一飆就飆漲停 短線上面 還有什麼美超為相關的概念股 還有什麼AI相關的概念股票 還有四檔股票 不過我還是講喔 這四檔股票你要先拿到手 拿到手之後 最精確的買賣點 你就等我指令 你就需要我的指令 我只能把股票提供給各位 因為我們不能針對 非會員的好朋友 粉絲好友提供買賣訊息 不行 一定要是會員朋友才行 你看像剛剛看到的劍準 九陽華泰 對不對 甚至像凱碩一買就噴掌聽 這種的一定是我們的會員好朋友 如果你是會員老師的粉絲好朋友 沒關係 我一樣 會先讓大家 有點賺頭 昨天台光店不就是如此嗎 你自己看 不就是如此嗎 對不對 你只要願意相信我的 昨天都會賺到台光店 那今天呢 對不對 這四檔股票 二開頭 三開頭 三開頭 五開頭 二三三五 這四個股票代碼開頭的股票 在今天 甚至在封關之前 它都有蠻高的機會 而且它是AI相關的股票 提供給各位來做鎖取 怎麼樣做鎖取 請各位掃描我們的QR Code 或者是輸入我們的帳號 小老鼠More888 小老鼠MORE888 你先鎖取到 這份重點資料 那你鎖取到之後 你加入我們的Lighter 當中有什麼樣的好處 第一個 每天不定時的 這些標股的資訊 第二個 盤勢的分析 盤勢的預告 盤勢的看法 大盤的分析 以及一些總經的內容 產業的報告 我們會寫在裡面 跟所有的好朋友做一個報告 所以你加入我們的Lighter 裡面其實是好處多多 而且你還可以跟威老師 一對一的對談 有時候大家不好意思打電話 沒關係 你可以透過Lighter 跟我做個聯繫 跟我們這邊做個聯繫 OK 讓大家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你先從這裡開始 加入我們的Lighter 輸入我們的帳號 小老鼠MORE888 小老鼠More888 先做輸入 美超委 昨天雖然沒有像盤後漲了那麼多 但是畢竟是漲了壞4% 還是再度大漲 這些相關的概念股票 還有誰沒發動 我覺得這很重 因為我剛才前面有人講 那些漲高的股票 剛剛前面前一段講的那些股票 今天不治 開高反而幹嘛 應該逢高獲利了結一趟 會員等候的訊息 另外逢低你可以留意的股票 就在這些 那一樣會員等候的訊息 好不好 二開頭三開頭三開頭五開頭 這些重點的股票 我們已經列在裡面 請各位 動動你的手指頭 加入我們的Lighter 小老鼠MORE888 先做鎖取的動作喔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好 有一句話叫做 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 其實這首詩裡面 它的一個意境很深啊 就是說其實投票你在想 整個2024年 甚至過去的2023年的操作如何 如果你覺得不滿意的話 如果你覺得可能虧很多錢的話 那你是不是應該趁這個機會改變一下 雖然我知道快要封關了 但是如果你不趁這個機會改變 我跟各位講真的 就算到了熔年 就算到了明年 可能你的操作不會有任何改善 甚至可能更糟糕 那這都不是你我所樂見的 所以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 就是總是到最後 有機會會更好 有機會會轉變 有機會會逆轉勝 但是你必須要做出決斷 你必須要有所改變 不能只是坐在那邊空想 一定要有所改變 你行到水窮處 你還是要走嘛 走到最後 然後坐看雲起時 你還是要坐著 然後看看什麼 天空雲的變化 思考一下未來的一個走向 所以其實這兩天 很多投票在問我 比如說像偽創 來我們看一下圖卡 問我說偽創到底怎麼做 他怎麼做怎麼虧 我就說你看最近的走勢 怎麼可能會虧錢 他說他真的虧錢 為什麼 因為他買在160啊 當然虧錢到今天還是在虧錢啊 最近漲了對不對 他還是在虧錢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子 頭朋友 因為一開始的決策錯了 當他轉空的時候你不知道 當他翻多的時候你不知道 該買進的時候你不知道 不該追高的時候你不知道 頭朋友你有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這檔股票我到底可不可以追 這檔股票我到底是要賣 要出還是要進 要加碼還是要停損 其實你都要思考這個問題 不是說漲了很多去追 你看我不是跟各位講過 這兩天去買的投資朋友幾乎是不會賺錢 你有沒有注意到 反而是小虧 偽創是如此啊 好所以你要如何幹嘛 如何避免這個問題 來一樣3231偽創 我跟各位講我們指標怎麼看 我說過我不會憑感覺 我看指標指標在哪裡 來頭朋友這邊是翻多 再來這裡是不是都站在多方 但是這邊不追 為什麼不追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是不是高檔 請問一下阻力我們再做多 幾乎是沒有 所以你問我 我要不要追偽創 我當然不追 為什麼前面我們就進場 為什麼這裡要追 頭朋友你懂我意思嗎 好我再回答剛剛那個問題 很多的投資好朋友現在碰到一個什麼問題 前面喔 來我把時間軸拉長給各位看 你看到你會嚇一跳 我跟你講真的 它漲到160的時候 這裡是不是開始翻空 但是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一路爆從160爆到這裡來 那到現在呢 好不容易翻多了 可是你還是在逃 對不對 所以你要避免這種狀況出現 有沒有 一樣嘛 那我剛才有講 其實白色K線它在整理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好的買點 你位置又低 然後呢買的夠便宜 有沒有你注意看 這邊都是其實都是很好的買點 但是這邊一般的投資人都不會去買 你都會在哪裡買 你都會在這裡買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要把它系統化 把我所有的操盤邏輯放在裡面 基本面技術面籌碼面三位一體的概念 我們都放在裡面 包含像偽創 包含像廣達 都在裡面 時間不夠啦 我們就盡量講 你看像圍影也是 這些個股來我切給各位看 來 你看比如說像6669的圍影 6669圍影有沒有 什麼時候就該進場 這裡就該進場 而不是在這邊才去追 你注意看 它的狀況跟偽創很像 這邊阻力其實都已經不進場了 已經都不進場 你這邊都是在追高 你都是在追高 那為什麼不這邊就進場呢 比較低的位置進場 投票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對耶 你可能想過千百遍 你說可是我做不到啊 對不對 是啊 所以我們才有 我們才會想辦法來協助大家 包含像我們剛才講到的 偽創 不就是如此嗎 好 所以時間有限 我跟各位來講 接下來行情的操作 我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做報告 美超委在昨天還是續漲 但是我經過了這些指標篩選 我剛才忘記講 指標的篩選 我再把它加進來 他們有符合相對低檔 相對可以買進的位置 我已經特別把它列在裡面了 封關之前 過年之前 漲高的股票不要追 逢低的股票 你可以做留意 這次檔股票 請輸入我們的帳號 小老鼠 MORE888 小老鼠 MORE888 先做所取的動作 我們明天再見 掰掰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得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MORE888